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新动力传媒的市场发展总监龙承轩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掌声欢迎,有请 各位歌唱家们,艺术家们,各位喜欢文化艺术活动的朋友们,各位北京协会的理事们,还有我们的媒体同仁朋友们 大家中国好,欢迎各位今天来到新动力演艺厅参加文化中国水利风飞2019年的这个比赛的新闻发布会活动 我作为本次活动的场地支持方新动力传媒的代表,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场地可能不太大 我们最多也就是容纳150名的观众,但是我们有在多伦多非常高清的LED大屏幕,非常专业的音响 还有非常美轮美幻的这个灯光效果,相信在决赛的那一天晚上一定会给现场的各位嘉宾同伟们 各位观众以及来参加比赛的这些歌手们,选手们,带来一个绕梁三日难以忘怀的一个夜晚 那么我们做这个新动力演艺厅呢,其实虽然场地非常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做现场直播 然后也可以把它录制以后在我们的平台上去播出的 那新动力现在的这个电视台,目前是在全加拿大有ITOBB电视,魅力中国电视,CIK电视 包括我们自己新动力的电视,还有凯亚以及安博是台湾社区最大的 EV派的是香港社区最大的 一共在加拿大有20万个电视盒已经都在播新动力的节目了 所以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自己的电视APP,目前每天是下载已经有将近三万人了 然后每天都有四五千人在看,我们甚至有IP在柬埔寨的 全球的观众都有,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了以后 我们在多伦多的很多的华人商场,比如说太普广场啊 First Manhattan Place啊,时代广场啊,大都会广场 还有很多的餐馆,高档十四,然后那个娱乐场所 我们都摆放了我们电视频,然后我们电视频也会把这个节目播出来 所以就是多伦多的华人观众在外面逛商场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娱乐的时候都有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所以这就是我们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小场地大传播 那么最后就衷心祝愿这次的比赛能够选出更优秀的选手 能够送到北京去,能够拿出更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好,那么雪地方碑如果 我先告一条 你快告一条